我相信说创作出来的故事 能够打动其他的主创 让导演相信并且爱上这个故事 让演员相信并爱上这个故事 我们相信他不管是一个什么题材的故事 他一定能够找到喜欢他的观众 人物会引领着编剧去走向他应该去的地方 你对人的把握越准确 戏剧的力量越强大 多观察 多思考 同时要多写 我们相信他不管是一个什么题材的故事 他一定能够找到喜欢他的观众 我通过创作的方式一直在治愈自己 你想写到最好的状态 你必须是非常忘我的 写了这么多年剧本 可能对于题材 结构 人物上 有一些成长的点 有一些把握的点 但是你每次面临一个新的项目 新的题材 新的故事 新的人物的时候 还是会觉得一直有一种危机感 如履薄冰的感觉 最常遇到困难主要两点 一点是在前期找不到情感的抓手 甚至你会觉得说 这个人物和这组关系 我之前已经写过了 我不能再来炒一遍自己的冷饭 那我怎么从这个人物身上 从人物关系身上 能找到新的能触动我的点 然后在创作过程中 还会遇到一些问题 就是在跟大家的沟通上 就是大家出于各自的生活经验 生活经历 可能对同一个人物 或者是这个人物同一个反应 会有自己的认识 这个都是创作中 经常会遇到的问题 只要不停止不前 就是进步 往前看 别回头 往前看 我给自己的定位就是各司其职 就是我希望说我的剧本创作完之后 其他的就交给导演 交给演员 导演和演员 有他们的二度创作的空间 我希望是每个环节 都能在剧本上加分 加分再加分 我不希望说 因为我剧本 去干涉后面的 这个主创的创作 早晚有一天 我都要变成你 等你真的变成我 就不成仙 我当时看到漫长的季节成片的时候 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场戏 就是李更熙和何岩松老师的一场对手戏 就是他的这个大伯 把他压迫到窗边的时候 李更熙眼里那种愤怒 带有反抗 甚至一丝挑衅的眼神 当时给我震撼特别耐了 我觉得这个人物就完全成立了 人得为自己做过的事付出代价 这个秋天怎么这么长呢 像过了一辈子的事件 优秀的编剧衡量的标准有很多 包括市场的认可 包括同行的认可 包括整个制作团队的认可 等等等等 但我个人的标准是觉得 能不能真诚地面对自我 面对生活 面对创作 因为我们现在在一个大数据的时代 我们永远会被别人的意见 创作的风向 舆论等等方方面都可能会影响我们 对于自己的判断 对于故事的判断 对于创作的判断 但这时候能不能真诚地面对自己 我觉得非常重要 另外一方面我觉得一定要尊重创作 我们要珍惜自己创作的每一次机会 尊重每一个项目 而不是说做流量的普通 尊重创作的机会 然后还是要尊重创作本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